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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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姑的主妇您都记住了 记住了 你就放心吧 你啊 睡在这里等我们 好嘞 过来过来 走吧 走吧 咱们走吧 到前面去 走 走 来来 这在前面 小心点 小心点啊 两个重点 过来过来 过来 三个 小狗子 这多少钱呢 两个铜板 你喜欢这个吗 看看吧 给你这个 多好啊 讨厌 可讨厌这些面娃娃面狗面猫的 你太讨厌你了 我记得他们了 这面人有什么好玩的 三个 我跟这样吧 我带三个在这儿 你带他们两个到那边去 那你们在这儿等我们 好 知道了 走 咱们去那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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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 好不好玩 来 你看 好了 好了 小心点啊 给我 这个呢 多少钱呢 这个三个铜板 便宜点吧 你看 好 行了 咱们再看看别的 好 这个好看 大姑姑 您别站着 坐吧 一会儿给您拿茶水过来 段儿 你怎么在门口呢 他们人呢 阿玛 没事 他们挺好的 长叔 怎么回事 出了什么事了 傅老爷 大姑吩咐了 我没办法 我真没办法 让他们出去了 什么 你 阿玛 四阿哥说的 慧如也求我 糊涂 你只要害死人的 我们家也会被牵连进去 阿玛 您先别着急 你 买糖果喽 看看糖果 怎么样 玩吗 您看看 好 来来来 还这呢 糖吃多了可不好 回头啊 牙都给住坏了 听见没有 四哥 我们都好久没吃过糖啊 吃完了 让他们喝口茶 瘦瘦瘦瘦不就是了 您先尝尝 好 我答应你们 不过你们也答应我 一次只能吃一颗糖 好 来来来 挑吧 来 挑吧 这个这个 这个 我要这个 这个色的好看 一定好吃 你看 你看看 这个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了 可算完了 三二哥 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 您让我记住什么呀 我让你背的书 子指通鉴 你得一段段背下来 田师傅 您拿我当成什么了 卧室装书的袋子呀 您看 这一本本的书 我怎么能背得下来 你背得下来得背 背不下来也得背 那老五和老六怎么不背啊 六二哥还小 五二哥书读的 已经用不着背了 田师傅 合着我就是一糊涂虫 我什么都不懂是吧 懂的时候咱们讲书 不懂的时候 你就得先把书背下来 你 你干什么去 背书去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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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三哥 这是上书房 你身份再尊贵 我也是师傅 你 你在这四书 这就 这就是不敬师傅 天地哥 我四书怎么了 我四书是为了背啊 你 我四 这这 我背一页我就少一页 你倒我能把这本书 糊润个儿的给背下来啊 你知道这书是 这书是送版的还是原版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是有耐心吗 好啊 你就看着我把这书一页一页的 全部给你背下来 三哥 你 三哥 三哥 别闹了 老五 这儿没你事啊 他说我 他说我我认了 谁让他比我多长了几根毛呢 可是你要说我 留下我捶你 三哥 师傅是为了你好 他为我好 他不害死我 他不甘心哪 三哥 你走可以 可是既然你撕了这几页书 明天你来 咱们别的不说 先把这几页书 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考 你 红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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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来了来了 你个狗狗才 你也看你爷的热闹 爷没本事 得叫你三声你才出来 你怎么就不知道 看着你爷到哪去了 你爷什么时候走 爷 奴才实在是不知道 本来以为爷到那边和师父 和吴阿哥说话去了 臭奴才 我和人家说得着话吗 人家把你爷看扁了 人家把你爷当猴耍 你个狗奴才 你还说你以为 我看你现在是想死了你 爷 奴才该死 是奴才的错 是奴才的错 爷 好了 起来 你爷我这口气总算出了 走吧 回家去吧 奴才送三个 天师父 天师父您怎么了 我心里难受啊 真的很难受 我是心如刀桥啊 天若您用不着那么难受 我怎么能不难受啊 我已经说过 我是一个追求事工的人 我追求成功 不惜任何代价 可我也是个要脸的人 我不希望别人看着我的学生 是这么个糊涂虫啊 天若 我觉得是您糊涂了 这话怎么说 咱们现在是抬着三哥做事 可是再怎么着 您也不能指望着 让三哥赶上老四啊 咱们现在做的 只是弄掉老四 老三嘛 咱们再慢慢挑挑 五阿哥 你不懂啊 我不能输给朱新仁 再怎么着 我也不能输给他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反正只有您弄掉了老四 再搞掉了朱师傅 您这尚书房的总师傅 将来的帝王之师 才算是真正到手 这道深夜 这道深夜只非得暗上命远深夜 好不容易欠命小姐 我试试说 阿碧不是欠命小姐吗 你早晚来此怎的 相公啊 依静地敢叫你来 咱都上京去吧 小姐 你怎身直赶到这里 你好是书心的伯牙 我做了陌路的伯牙 你知道我为什么 私离秀草和妹妹同走心牙 小姐 是吃而来 是忙而来 先罢得家狗牙 知你远不清华 我命切为一千万 思量心计神佛相 若老夫人知道 在苗宇 他若是赶上了 咱再怎么 你心想啊 有的风花 是何道理 小姐 你回吧 你回去吧 老婆婆 太阳快下山了 是 该回去了 咱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四哥 后面还有一出戏呢 咱们听完了再走吧 看一会吧 看一会吧 是 慧如 咱们已经答应人家了 不能不省心意 我也知道 可是我实在不忍心 你看他们 他们也许从小 连一次木偶也没看过 到时候再想办法 把他们带出来 这次一定要赶回去 狗子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下次再来啊 走了走了 走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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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快点早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 way 快点快 破 太阳了 超阳了 太阳了 到 chat Eagles 太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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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吧 好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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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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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子呢 小狗子不在你们那边吗 没有 小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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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长顺 他们必定是迷了路 所以才回不来 萨克是什么人我知道 再怎么着 他也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大姑 这每天晚上顺天府都要来人 点名人头 待会人来了 您说我除了死还有什么办法 长顺 你不要急 他们过会就会回来 你就放心吧 傅老爷 这可都是您惹出的事 您要替奴才扛过这件事 小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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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出来 四孙快急 小公子 小公子 请问一下 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孩 没有 小公子 请问一下 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孩 没有 小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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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 快出来 到哪儿去了呢 小公子 你快出来 小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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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 小公子 快出来 小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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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啊 四哥 慧如姐 四哥 慧如姐 小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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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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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哪儿啊 小公子 小公子 要不咱们分组找吧 这个主意更要不得 万一咱们再走散了 就算有人找到小狗子 咱们也找不到对方了 我有主意了 咱们再回到木偶戏呢 小狗子在那儿看过木偶戏 也许它能找到那儿去 好主意 咱们走 走 来 走 快走 手套呢 手套了 请问 您见没见过这么高一个男孩 是啊 他去哪儿了 咱们上那边站上 走 走 小狗子 在这儿呢 小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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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呢 小狗子 小狗子 你跑到哪儿去了 小狗子 小狗子 你去哪儿了 好了 先不要问了 咱们快点儿先回去吧 快走 走 走吧 快走 快走 快点 快 车呢 我让他停在这里的 蚂蚁栓好了 说好了 咱们不回来他不会走的 是呀 我记得是这儿没错的 四哥 我不是故意的 有人推我 我就没站住 我知道 不是你的错 那咱们也别等车了 赶快回去吧 好 来 快走 快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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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姑 岂有此理 人呐 马车都回来了 他们人呐 大姑 这说好了点儿 太阳落山前就赶回来 可是我是左等右等等不着人 哎呀 这这这 他们是不是跑了呀 所以你就回来了 大姑 我心里害怕呀 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我就赶快回来报信了 你这个糊涂东西 我说你在哪儿等 你就等 等到天亮你也得等 你现在跑回来 他们找你找不到怎么办呢 可是 我一直我 灯儿 真想看麻烦大了 内务府的人说话就来了 宫里边马上也要啰嗦了 四哥要是回不了宫 那是天大的麻烦 老爷老爷 奴才的一条命 您可得替奴才留住啊 奴才 还上有老下有小啊 阿玛 如果内务府的人来了 你先拉住他们 能聊什么聊什么 长顺 你带上你的青髓 把街两头堵上 他们不拘什么时候回来 就带着从后门进去 别让人看见 好 你干什么去啊 四哥回不了宫 这事太大了 我去替他想想办法 你上哪儿想办法呢 离宫门啰嗦还有一些时间 我现在赶过去 路上再想办法 你去 快点 赶紧的把车赶起来 多快都不闲快 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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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姑 这马都快跑死了 还有多快啊 跑死吧 只要跑到宫门口就行 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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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什么人 想闯宫门 西贵妃急招傅茶家女儿进宫 请快禀报 这么晚了 西贵妃还叫人进来干嘛 傅茶家女儿并不知道 请快禀报西贵妃 什么 我从没叫过什么人更甭提急招人入宫了 胡闹 柱子 奴才该怎么回 赶走赶走 这 慢着 你说 是谁家的 傅茶家的 叫进来吧 这 什么事东儿 贵妃 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说 你立刻把五阿哥找来 找他 找他干嘛 你到我这儿来是找他的 是为了四阿哥的事 你立刻找人让他来 我再慢慢跟你说 听见了吗 还不快去羽庆宫 把五阿哥找来 这 怎么着 回来了吗 还没回来 也没听说告假 什么时候来查房 照说 就快来了 来了就好 他 他要是跑了 我盼着他跑都盼了多长时间了 是 奴才 给五阿哥请安 五阿哥 西贵妃叫您到他宫里去一趟 什么 叫我现在过去 是 这个老四阿哥真是把人急死了 太不成器了 贵妃 此刻不是埋怨他的时候 咱们还是先想想 如何把这件事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我现在是全无主意了 这宫门一啰嗦 就什么都别说了 阿哥们回不来是大事 阿珠瑟要是回不来 那麻烦就更大了 怎么个处分呢 这宫门 葬折 罚银 而且 六个月的劳贩是免不了的 我知道了 五阿哥到 儿子给贵妃请安 奴婢给五阿哥请安 大姑这么晚 到宫里来做什么 是这么回事 是奴婢有事要求五阿哥 五阿哥 咱们到外面说话 可以吗 大姑 你可是为四阿哥来的 您猜到了 您猜到了 是 我不但猜到了 而且我还猜到了 你这回来 是替我那四哥求我帮忙的 那五阿哥到底帮不帮呢 当然不会帮 我四哥 我四哥从来就没把我放在眼里 而且四哥和我还是对手 您指什么 指的你 那五阿哥既然这么说了 您说该怎么办 宫门口马上就要落锁了 那四阿哥回不来 四阿哥回不来 他可就算是彻底完了 宫里的规矩有多大 你必定是知道的 你答应嫁给我 我就帮我四哥 让我帮我四哥 让我帮我四哥 那必定得是田买卖 不田的买卖我这干吗呢 大姑 时候可不多了 待会儿玉庆宫 就会有人去查点人头了 我也得回去了 大姑 我时间可不多了 我可以不嫁给四阿哥 就这个 就这个 这算什么 大姑 你别瞪着我 没错 我就是个不要脸的人 可我不是老这么不要脸 大姑 只要能有你 我可以做任何卑鄙 无耻 不要脸的事 您觉得 咱们是同一路人吗 如果我心里没有你 我心里瞧不起你 那你有了我又能如何 那有什么关系呢 你如果是我的福晋了 以你的人品 德行 你必定不会对我三心二意 你也不会再惦记着别的人 你就是这么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是不是 你 别人 是 大姑 你可要想好了 我已经说了 我不嫁四阿哥 齐人嫁的闺女 嫁谁不嫁谁命不在自己手里 你 您一个二个 您一个二个 娶谁不娶谁也不是您自己说了算 这还不行吗 不算是甜买卖 可是也还算可以 算 我答应你 我走了 吴阿哥 没什么了 我就是嘱咐着您 快着点回去 谢谢 西珠子 加点力 爷 我这手上已经很使力气了 我让你使劲你就使劲 你不使劲我绝不出疼来 疼 真疼 别停 爷 为什么 您这是何苦啊 西珠子 可能我做了剑 让我后悔一辈子的事 西珠子 是劲的安 五二哥 歇了吗 没歇 进来吧 五二哥 你还没歇呢 还没歇 我跟你们说件事 老四 就是从前的四阿哥 现在的哈哈珠色老四 他今儿个奉了我的令出去办事 今天怕是回不来 我忘了替他请假了 这个事先要 我知道 事先请假 可是我忘了 算我的错 就不要伤保了吧 五阿哥 这个 喜珠子 赏啊 拿着 拿着 好了好了 不说了 没事 明日一早他就回来了 奴子告退 爷 您怎么替四阿哥他 爷 您怎么替四阿哥他 所以我说 可能我做了一件 会让我后悔一辈子的事 大姑 他们都回来了 都在大叔房呢 嗯 等大叔 有话 他在大叔阿哥 我不一看到我们的 那儿你还在这儿 是哪儿 咱们只好 你们再来 可是如果出了事 是多大的事你们知道吗 大姑 对不起 我也没想到 是一个孩子被挤散了 既然庙护里那么乱 人那么多 干吗不躲着人渡的地方 干吗不实现多嘱咐孩子们 他们可是孩子 有好玩的就要玩 有热闹就要凑 您可不是孩子 敦儿 不要再说了 敦儿 这件事也怨我 当然怨你 我这剩下的话 就是单独说给你听的 辉儒 你请跟我过来 敦儿 你要知道 这事谁也想不到 辉儒 我告诉你 打从今天起 我不会再帮你和四阿哥 任何事了 你说什么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倒要问问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 敦儿 对不起啊 也不要再说对不起 咱们姐妹俩打小就投脾气 你读书好 你冰雪的粗命 我服你 我敬你 我乐意奉承你高兴 可是今天我明白了 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敦儿 你这叫什么话 难道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让你难受 让你委屈了吗 那倒没有 可是再这么下去 四阿哥的前程 真的会毁在你手里的 我懂了 你是怕四阿哥 做不成阿哥 做不成阿哥 就当不了皇帝了是不是 那我今天再问你一句 是不是四阿哥当不成皇帝 你也就当不了皇后了 你这是什么话 实话 这实话也不是打我这说出来的 外面的人都说 如果四阿哥当了皇帝 那皇后最好就是你 你说呀 那我把话说得更难听点吧 慧如 你怎么想我不知道 反正我原本想的是 四阿哥和你 都不会疯到完全不管 四阿哥虔诚的地步 将来他真的做了皇帝 有你陪他 他也会开心会快乐 任谁也管不了皇帝 可是现在他只是个阿哥 甚至他连阿哥都不是了 他只是个含含朱色罢了 我懂了 不 你还没懂 我不但懂了 我还告诉你 傅差家大姑 我从前欠你的情 怕是还不上了 但是从今以后 我不用再欠你什么了 慧如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可是那意思 大姑 麻烦你派辆车 我立刻回家就是了 慧如 你这么说 你就不想想 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你难受也罢 好受也罢 我总是坏人已经当上了 我不用再把自己撇出去了 慧如 你还不想再开心 你这事吗 你这个脑子 whatever fact 全能等你 你这事啊 我这事啊 你这事啊 你怎么还不想想想想的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安排你们见面了 冬儿 你说什么 难道你 阿玛 从前瞒着您是我的错 死阿哥 原来您到我这儿来是为了 我还当你懂事啊 我还当你明白事理 这么荒唐的事你也干得出来 傅二爷 阿玛 您打我吧 傅二爷您别生气 来 好 大姑 慧如已经到家了吧 到了 送她回家的家人已经回来了 说是亲眼看见她娘 借她进的院满 你刚才在院子里 和她说了些什么 其实也没说什么 麻烦是我惹的 你不要责备她 麻烦是我惹的 我阿玛打得对 若是放到别人家里 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愿 大姑 仨个早歇了吧 天也晚了 是 王爷 大姑请回吧 我有话要跟萨哥说 是 小叔叔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还用问吗 傅二爷怕你出事 已经让人找我了 拴天府那儿 我上上下下嘱咐到现在才完 这么说 我倒要替那三个孩子 多谢小叔叔了 你何必谢我 反正你一直这么下去的话 早晚大家都被你连累死 小叔叔 你不用再说了 老四 我要说 你乐意糟蹋你自己 那是你自己的事 可是你要把这前后的事 都想明白的话 你就会明白 你这么做 有多不值啊 我什么地方不值啊 天师傅来了 天师傅来了 三阿哥 请问你备了几页了 天师傅 我没那么快吧 也对 不过既然说了 就好比立了契约 咱们早晚得拿出这契约来 对对账 好 五阿哥 我想向你请教一件事 您说 今天在书房 为什么我看着你 你总是低着头不看我呀 天师傅 哪有的事 您看我不正看着您的吗 好 那您就仔细地看着我 五阿哥 我问你 做事的第一要诀是什么 有心计 这是题中必有之意 五阿哥就不必说了 我说 是 君子之道废而隐 这是田师傅常说的 田师傅 所谓君子之道废而隐的意思是 这是弃用之徒 不是做事的根本 田师傅 那我就不懂了 其实就是两个字 无情 情乃世间最奢侈之物 情害礼法 情乱人心静 情声聂缘 周幽王 阴咒王 李后主唐玄宗 哪个王国破家的人 不是情种呢 天师傅 您为什么课上不讲 课下讲呢 我此课讲给你 是不是晚了 五阿哥 我 我 你怎么课 我 我 你怎么课 我 你怎么课 我 你怎么课 唱哦 你怎么课 还是 啊 有